第四個聽到關注特別來自法律界的人士 就是說這條是全惡性的法律 普通法律的概念是否會被包括在裏面 上個星期我在這裏都已經從一個不是很專家的角度跟大家講 其實無論是普通法律或者內地的法律 它們有不同的地方但亦都有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很多都是一些所謂法治的原則 或者是這些法律的概念 這次發表的草案的主要內容 大家就會看到這些很清楚的法治的原則 例如寫明法律規定如果這個行為是犯罪 就可以依照法律來定罪處刑 如果法律是沒有規定是犯罪的行為 就不得定罪處刑 所以將來就會清楚什麼時候是犯法 什麼時候是不犯法 第二個法治的原則 就是任何人未經判罪前是假定無罪的 第三個法治的原則就是會保障疑犯 或者被告他們的權利 包括他們可以獲得辯護的權利 第四就是任何人如果被判無罪的情況之下 他不會因為同一個行為再被審判或者懲罰 這個就是說一罪不能兩審的法治的概念 是指定一些法官去做某一類案件 無論在香港或者在其他地區都不是罕見的 昨天我留意到律政司司長都給了一些例子 就說有些商事的法庭或者仲裁的法庭 都會設有一些預先定下來的法官的名單 到真的有案件是關於商事仲裁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個名單裏面的法官來處理 而進一步去針對某一類案件 而特定成立的專門法庭 專門法庭也是基本法第八十一條下面容許的 即是除了各級法院可以成立一些專門法庭 那這些特定的專門法庭的特定類別的案件 那些專職法官都是行政長官委任 也是行政長官委任的 所以如果有人說行政長官委任一些法官去處理一些案件 某類案件是聞所未聞呢 那有些少許孤陋寡聞 例子包括其實都很多 我昨天才委任了一個 我昨天就委任了夏政文法官 或者我再次委任夏政文法官 成為這個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的主席 法例規定這個主席一定要來自一位法官 無論是現任或是前任法官 但是都是經行政長官委任 當然法例規定要諮詢首席法官 或者被首席法官推薦就可以委任 今朝特首呢 他說內地的法制和香港差不多 又有無罪推定 又這樣那樣 我覺得他真是埋沒良心 全世界都知道 包括部分的內地法學者都說 內地的司法體制 或者法律的體制 法治的制度 其實大部分是有待改善 說到香港和大陸差不多 可能立了國安法之後就差不多了 他講得對 立了國安法一條龍地把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司法 獨立來摧毀 那就會和大陸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否則的話 原本香港1997年回歸的時候 怎麼會和大陸的法律差不多 就是經過共產黨這二十幾年 不斷釋法不斷摧毀香港的制度 加上國安法最後一根稻草 那就變成一樣了 一國一制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知道 其實整個國安法的問題在於 的癥結就是 北京是將內地那套專權獨裁 威權的制度 那個價值 尤其是在國安法的實施那裡 搬來香港 其實說穿了就是這樣 是一條龍服務 本來一國兩制 老等的構思就是 投資者放心 換之旗而已 所有的制度 生活方式不變 主要的 重要的保障就是在於司法獨立 在於香港的行為 一切在香港發生的行為 那管你是刑事民事什麼都好 是以香港的法律來定義 是清晰的 是明確的 是可以觸摸的 是有案例的 是有確定性的 是有預測性的 然後就是香港的 從前 是比較文明的執法機關 來到執法 然後最後 經過司法獨立 法庭獨立的審判 甚至終審法院裡面 是有 跟普通法連接的 最得高望證重的 大法官 是合審 然後 就在香港服刑 如果是有罪 是一套這樣的制度 才令到人 無論是民事刑事 商務 旅遊 任何一方面都有信心 但是現在 這次的國安法 就是 將香港的法院 一院兩制 一個法院兩套制度 有些案 只是能夠 中共透過香港的傀儡特首 所陰定的法官 才有權去審這些案 當然 因為現在 我們法律 他怎麼定義 什麼叫做顛覆 什麼叫勾結 完全不知道的 無字天書 到時出來的時候 就是 內地專制獨裁的價值 所體現的法律字眼 模糊 含雲 人質色彩 那當然要一些 他陰定的法官 才能夠 他信任 可以落刀 整個制度就是這樣 但是這樣還不信不過 都還要隨時將一部分的案件 拿上內地審 當在香港的期間 南華早報報道 就是設立一個特殊的靠留中心 這個呢 我都有一些小小認識 以前的政治部那些 那 當時的港英 是被國際社會 批評違反人權 他們在香港這些 白屋 這些政治部 扣留中心 去迫害共產黨人 現在很多的回憶錄說 一字一類 現在 原來中共 是想在香港 設立這些 來迫害 一些香港的年輕人 爭取民主自由 有理想的年輕人 其實當時 某程度 共產黨的人 都是有理想的一群 來的 他們受到迫害 但是現在 歷史重複 原來中共 想在香港搞 這些特殊的設施 來到 用酷刑逼供 逼害香港人 逼害身處在香港的外國人 沒有人會覺得安心 沒有人會覺得安全 那香港怎麼做國際的城市呢 最後 特首說 有些人沽漏寡聞 我不知道他包不包李國能 他說特殊的法庭 法官都是特首委任的 香港是沒有一個法庭審理刑事的案件 或者審理人有沒有罪 而是由特首特別委任的 一院兩制是沒有的 你們聽到那些湯家華 講的那些什麼洩聽 這個不是法庭來的 還有法律裡面寫明這個不是法庭 沒有得對辯的 是用法官的行政程序 批准一些首領 不可以寫文寫很多篇 內幕交易 內幕交易或者那些什麼調查地鐵 最近沙中線那些 這些是調查委員會 並不是一個法庭 沒有一個法庭是這樣的 現在就開了一個大窟窿 就是一院兩制 只是中共透過法律特首 陰定的法官 陰定的法官 才能夠去審 無論你加什麼體制去中間 其實都幫助不了解決這個本質的問題 就是司法獨立將會被摧毀 所以特首或者其他親共的人士的律師 所講出的例子 沒有一個例子是這樣的 最後講一點就是 其他地方民主的體系 自由的體系 那幾十億人的體系 遵守國際人權公約的體系 他們對於國家安全 一樣要保障的 美國、歐盟、加拿大 任何地方、澳洲、紐西蘭 有國安法的 一樣很嚴厲的 但是最後 他們不會凌駕國際人權公約 他們不會凌駕司法獨立的審判 這個就是文明、進步、自由的價值 那幾十億人的國家和法律體系 相對於 我很痛心地說 就是中國的專制獨裁 威權的法律體系 它產生的價值觀念所不同的地方 它不是偷換概念 它是騙人 它是說謊 它是睜大眼說謊 我很希望相信它是無知 但我相信它不是無知 因為他們是一脈相承的 現在所有人都要出來 閉上眼說好 它是懂事的 它知道的 它都可以這樣說 現在還有什麼說不出 是吧 我很希望告訴市民 現在我們面對的處境就是如此 所有人 有些親共的人士 它為了這個國安法 是無底線 來去護航 無底線來去說謊 無底線來誤導 香港和世界所有人 不過真的不要當市民 或者其他人是白痴 至少陳志雲就說 你不要當他白痴